好 检掉就是防止这个大统的老董高正丽脱产 所以就查扣包含了大统公司 以及高正丽名下的20笔土地 9栋地上物 还有12个账户 包含了活存跟定存 甚至还有它的黄金存折 你不常还不知道 制造黑心油7年的高正丽财产 我们昨天讲7年赚了7亿 它整个财产加起来超过了30亿 而且这还不包含负责管财务的老婆 以及担任大统高阶干部的四个子女的财产 检掉不查扣不知道 原来缺了7年的高正丽财产超过了30亿 破款的台中市30年豪宅 市价3000多万 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就连高正丽开的S350500万名车 也只是口袋小钱而已 原来高正丽的财产全拿来买土地 或是存在银行 要不然拿来炒期货 尤其是免子油 和他对待员工的小气态度 落差真的很大 根据检方查扣的财产资料 大统公司名下 有台中西屯两笔土地 一间地上物 包含了线西工厂周边土地 还有高价标下的路杆占油工厂 还有多笔土地 就价值10亿元左右 真正挂在高正丽名下的财产更多 包含了新店 还有台中市区精华地段10笔土地 以及家一家总共有6间的别墅房子 价值超过了15亿 其他现金股票等等 检查单位得跑遍12家银行 才查扣的完 不止定存 活存 还有黄金存折 以及保管上的股票等等 20笔土地 9间地上物 12个账户 身价超过了30亿 但这些还不包括 妻儿名下的财产呢 事实上负责大统财务的是高正丽的妻子 开的是一台178万的名车 儿子也只开200出头外的涡轮跑车 刻意装低调 三个出嫁女儿都在公司里头挂名高阶主管 却不管事 靠黑心犹大发力士 一家六口 对员工却很抠门 中大新闻陈思源陈孟辉SG小组彰化报道